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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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不知道甚麼叫粉蜜登場 即是化好裝準備登台表演 現在坊間有些兒童粵劇團 給小朋友參加 讓他們可以學習中華文化資源 還有機會可以粉蜜登場 讓我現在帶你們去找這班粵劇大老觀 不是,應該是小老觀才對 看看他們有多專業 大家看看他們的妝和服飾 是否很漂亮 不過他們不僅只有樣子 長造臉打的功架 一樣做得很認真 絕對不會輸蝕給大人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他們 那麼喜歡粵劇呢 小朋友其實喜歡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留意到 小朋友有兩個特性 第一是貪玩 粵劇來說 最怕你不肯動手動腳和說話 另外是貪美 粵劇有些很漂亮的頭飾 閃亮的氣服 小朋友通常都會有興趣 停下來看一看 那就漸漸地走近一步 多少歲的小朋友 適合學兒童粵劇呢 其實我們鼓勵四歲可以開始了 我們的定位就是幼稚園和小學 我想由小時候 將他的手手腳腳拉開 將他的氣拿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小朋友 都比較局促 不是很打開自己的手手腳腳 和說話表達的認識 再上一層是讓小朋友 對文化有興趣 例如我們接下來 做一齣兒童粵劇 就是將小朋友 帶入我們一個文化的故事 我們將會做神話 小朋友發一下發一下夢 就進入古代遠古的時空 就夢見我們的神話故事人物 在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小朋友要去到這樣的水準 要花多少時間去練習呢 他們每個星期花三個小時去練習 如果有演出的話 我們就會因應角色去安排不同的彩排 每一次彩排都是兩至三個小時 小朋友在學習唱做練打的時候 有什麼難度呢 我講一下唱和打 唱就是小朋友一開始的時候 比較難去提升他們的聲量 他們通常就不太敢出聲 或者要認識大家 或者認識同學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會夠膽放聲 另外就是我們說的子喉 就是女生的發聲要很高音 要達到這個子喉 也是一個過程 另外打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有很多高難度的動作 例如剛才播堂上也有的打關斗 他們的突破點 就是他們要放膽去做這個動作 就是他們心裡的關卡 他們要突破到 才可以做更高難度的動作 有沒有些例子 是小朋友學完粵劇之後見到的轉變 我很直接見到的一個例子 就是小朋友較為容易喜歡了中文 例如我們有一個小朋友 他突然間我跟他聊天 他就在背樑裡拿了一本封神演義出來 我說厲害 然後他就告訴我 我已經看完史記了 知智通鑑了 原來小朋友是可以通過一些 粵劇的劇本內容 進而去自己再發掘自己的興趣 家長對於小朋友學而同粵劇 有甚麼看法呢 我們很多家長都未必認識粵劇 或者喜歡粵劇 但現在我們這一代的家長 很多時候是被我們的小朋友拉過來 想做這件事 家長就陪同 所以我們覺得 小朋友從小時候讓他喜歡這件事 也是拉著家長一起去參與 這一個是正正好 補到我們的團層 有人說學藝要趁早 小朋友透過學習粵劇 可以提升他們的技藝和品德 還可以提升他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 如果你們都想透過粵劇 訓練小朋友對美感和藝術的觸覺 就可以早些讓他們試試 我們所有小朋友來上課 第一天我們就已經跟他們說一句話 就是學粵劇的小朋友是不怕辛苦的 所以我們希望粵劇的鍛鍊 要求一個準性度 要求達標的一個動作 我要練習很多次 我希望他們帶著不怕辛苦的精神 將來去慢慢面對他的功課上面 或者生活上面的小困難